主料,迪金面粉195克,蛋黄3个,奶粉12克,黄油80克,细砂糖70克,提子杆80克,辅量,烤盘1个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,黄油软化后,加入细砂糖和奶粉,用打蛋器打发,直到体积蓬松,颜色变浅,一次加入3个蛋黄, 用打蛋器搅打均匀,每次都要等蛋黄和黄油完全混合均匀,再加入下一个蛋黄,搅打后的黄油应该是成浓稠,蓬松的状态,低筋面粉过山以后倒入打发的黄油中,用手把面粉和黄油混合均匀,刚开始比较粘,也可以用刮刀搅拌,再倒入提子杆,混合均匀,揉成一个均匀的面团,把面团放在案板上压扁, 用擀面杖改成厚度约1厘米的面片,用刀切去四周不规整的部分,将面片修整为长方形,截去的不规则的边角,移会接着揉成团改成长方形使用,用刀切成约4.53厘米的小长方形,并用光板整形一下,将小长方形面饼排入烤盘, 在表面刷上一层蛋液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剩下火180度烤15分钟左右,等表面金黄色就可以了,出炉后放在冷却架上,到彻底亮了后放入饼干和保存,能保存半个月左右没问题,烹饪技巧,由于材料的吸水性不一样, 制作的时候如果面团很干不能成型,可以如情放干割到一个蛋黄进去,使面团达到合适的干湿程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